直戰開,各著準備 美場賽事大日本十二號碼,金絲快象四倍準備 一開閘的時候,前面快閘的碼 見到中檔位置競技英雄大外檔 金絲快象中間有四季 內蘭位置火龍堡 最出位置還有這個帝聖神區 中間香檳碎絕 最後一層碼,有這隻魅力星和非常精 內蘭尾三尾四到最高星 再後面的碼匹,還有這個旅遊名牌 後面的碼匹,卓耳飛凡 暫時包著落尾的碼,就是那隻正斗 過這個千二米斷柱 前面帶頭,外面也要殺你 就是這隻帝聖神區 第二位就是金絲快象 外面第三,還有這隻魅力星 再跟著,第四位左右 內蘭競技英雄 中間四季,外面位置還有非常精 後面的碼匹,還有這個旅遊名牌在外面 中間紅毛白衣香檳歲月內蘭火龍區 在外面,黑衣是正斗 包著一隊至高星和那隻卓耳飛凡 跑到對面直路中尾段 前面帶頭非常精 望空,不如我走 第二位就是這隻帝聖神區 第三位有魅力星,也走上去 再見到第四位,黃衣是金絲快象 中間四季,外面還有旅遊名牌 最後馬匹有正斗,浸浸掩上去 沒有位置,有香檳歲月,競技英雄 外面卓耳飛凡 包著一隊至高星火龍區 二合正斗,直路 前面透出的馬,就是魅力星 鬥緊,非常精 看到外面蓋上來,有這隻旅遊名牌 最外面還有這隻卓耳飛凡 內蘭就是金絲快象,也都追緊 最後八多米,魅力星佔先 馬匹有,埋難未至,金絲快象上來 外面還有這隻卓耳飛凡 接近終點,第一名金絲快象 和這隻卓耳飛凡相當接近 第三名魅力星,非常精的馬 賣難位置,就是這隻金絲快象 黃衫的,外面二號馬就是卓耳飛凡 其實兩隻馬都相當接近 魅力星第三,非常精第四 頭二馬,又是很接近的 看看開面那隻卓耳飛凡,能否蓋得贏 賣面那隻金絲快象 看來賣面那隻更高一點 如果金絲快象贏,就大熱取勝 四個開了 二答十二的連贏位 都穿了六格,27倍 頭二名就肯定了 第三名應該也是十號 那隻魅力星 第四就是中段發力那隻 非常精的 肉眼看起來好像金絲快象 雷卓耳飛凡 也造就了偉達,成為了預計騎師王 三十六分 兩勝兩勝 今晚兩勝就是靠霍利時的兩隻 一對輕綁馬,新妙星和金絲快象 好像這樣也是輕綁馬的表現 你知我心馬得利 長勝戰區也是輕綁 你一提你知我心就是 他和金絲快象一起試襲 強組試襲 兩隻在前面鬥 今晚起步都很積極 你這隻馬真的積極得重要 對 賣了來先 然後等你那些帝聖神區 那些賣已經貼難了 漂亮到漂亮 好漂亮 一人隨後影片看看 你說積極不就是二檔的至高星不積極 對,出擊慢了至高星 還有你看回這場 幾個實力馬 除了金絲快象跑得正確 其他這一隻都跑錯位 一起來看看 有時的檔位就是這樣 大家互動就是這樣 那隻飛上精 這個位置也好好的 又不明白為何中間忍不住 走歸了上去 那隻女伍牌就說 祭遇不好 被人頂了 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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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歸了的時候 走歸了一下 死了她說不會 她真的頂了前面 她現在真的是在中間位 不過中間不知道為何任何 忍不住 跑歸上去 如果你看好三疊 那你不走就怎可以 是不是頂了 三疊就走 這順勢 不如頂了幾步 把你接近 那些大部分 貼藍那時只是金絲快將有實力 後面那些都沒有實力 蔡明紹看著他 有實力過都要全會晒三撲衣家 你比我更厲害 清出於藍 偉大衣家這個位,真是美得不得了 貼藍的第三位 子高昇都跑到有點失敗 火龍區還撞 美力升了驚喜 跟到這麼前都回來都這麼有威脅 嘩,真的一揹手 真是極兇 頭二名就一來一外 頭馬就貼藍 黃衣,金絲快將 開邊那隻就是卓爾非凡 很近很近 他的子高昇和火龍區出現 好了,霍邦現不派了作實力跑第一名 十二位金絲快將 兩位導演派40.05 位置派16.5 跑第二名2號 卓爾非凡,位置派33.5